近期以来由于商品质量问题 以及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 澳大利亚牛肉大麦木材龙虾和葡萄酒等商品 对华贸易接连受挫 而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举措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了挽回损失和颜面 澳大利亚人想出了不少招数 据澳媒报道 澳大利亚前资云部长马特卡纳万 盯上了近期价格迅速上涨的铁矿石 他提出要试探中国的底气 让中国付出代价 就应该对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石征税 卡纳万13日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文章称 铁矿石是中国目前没有加征关税或采取限制的一种产品 因为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无法取代 如果没有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中国的钢铁产量可能会受到影响 进而他开始提议对输滑铁矿石征税 以弥补澳大利亚其他行业遭受到的损失 卡纳万称 即便只是征收1%的税 每年也将收到8亿美元以上的资金 他还威胁 每当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商有所行动时 该国就可以进一步提高铁矿石关税来反制中国 这位澳大利亚高官如一算盘打得不错 但是却忽视了此举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澳大利亚铁矿石是最赚钱的生意之一 而其主要买家就是中国 2019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额高达1020亿美元 其中中国买家包揽了约850亿美元的订单 如果澳大利亚对书华铁矿石征税 这850亿美元的生意很可能就拱手让人了 卡纳万认为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无法取代 但实际上中国已经找到一些替代市场 包括铁矿石第二大出口国巴西 澳经济学者乔瓦尼迪·列托也指出 对澳大利亚而言对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石征税相当于自杀行为 因为现实是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来说无可替代 而非澳大利亚无可替代 卡纳万的这一提议不但让澳大利亚面临经济风险 还违反了中澳自贸协议 很可能导致贸易摩擦计划 因此澳大利亚现任资源部长基斯皮特并不支持该提议 他称澳大利亚将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双边贸易承诺 澳大利亚农业部长也冲面否认表示不会考虑报复性关税 澳大利亚政客为了反击中国频频提出各种昏招 包括圣诞期间抵制中国商品 以及联合五眼联盟国家对付中国等等 然而这些招数最终也都会让澳大利亚遭受到损失 相信澳大利亚也清楚挑动分歧和对抗不是好办法 为中澳合作提供良好条件氛围才是正解 公布 オスオスオス超多 亿棕围